来注意看 我现在写了一半了 我还没写完 因为这里边呢 它有一个东西 来看往下 public 我现在是根据用户名称 参与用户信息 你找到它的这个映射文件 是不是这个东西 好 方法名 拷贝 然后参数 是不是这个 好 返回值 看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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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刚才说 这个返回值 是不是和主要type一样 你看这个主要type 它俩是不是一样 那一样 我这应该是user还是啥 least 很显然 不能是user 因为你这是查用多个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应该是least 应该是least 来 然后呢 这个接口就又完成了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再来测试 往下 这个是by username 好 然后这儿呢 就方法变 这个我就 因为是测试了 我就随便输几个 好 然后这个就是least 好执行一下 是不是行啊 总记录数是几个 四条 那大家有没有感到疑问呢 其实这里边 你看啊 这个statement 人家的resout type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接口的表现方式是不是不一样 那这是咋做了呀 咋做了呀 来往下看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mapper接口的返回单个的对象和集合对象 我们上午学这个statement的这个映试文件的时候我说过这个resout的type实质上它是指定的是不管返回多条还是单条都是指定单条映射的PUGO类型对吧 而我们现在讲了一个mapper的代理方式呢 这里边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这个代理对象它中间它怎么能够知道 它呢就调用的是获取一条记录 它呢就获取一个什么呢 列表集合的一个对象对吧 好 其实这里边呢 它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 对于statement的定义 随着的type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不管查询的记录是单强还是多强 好 那么在我们的statement中 re到的type定义一致 都是 单条记录映射的PUGO类型 那么往下看这儿 但是对于我们的mapper的接口呢 它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如果是返回值如果是返回的是单个对象 那么你这个返回值的类型 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种单个的PUGO类型 对不对 好 那你注意 它的代理对象 也就是生成的代理对象的内部 是不是人家自动生成的 不是咱们决定的是吧 它就会通过 select1来获取记录 如果你的返回值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集合对象 那这个生成的代理对象内部 它是通过谁 获取记录 对 来获取记录 有人说老师 他怎么能够判断出来啊 你想啊 你现在是不是接口 你告诉他了 我通过反射 我解析出你这个返回值的类型 是不是轻而易举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要说明的 就是Mapper的接口的返回 单个对象和集合对象 接口不一样 但是映射文件的主要type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好